我这个心理肠胃都很好 插鞋 插鞋 还好 还真的很好的 插鞋喽 就是这家店 这家店可好了 进去看看好不好 插鞋喽 插鞋 怎么了 插鞋喽 那有个插鞋的 这样 你进去逛 慢慢逛 我在蒙古插个鞋 舒航 你就是不想陪我 没有 没有 去吧 那你快点进来啊 对 插鞋喽 插皮鞋 我说吧 插鞋喽 好好好 今天要插鞋吗 来 先生 今天的报纸 这么乖啊 今年多大了 六岁 六岁 来 多出了点钱 拿去买吃的 谢谢先生 小朋友今天多大了 两岁 两岁 晴天啊 这么快啊 哎呀 晴天啊 晴天啊 怎么跑这儿来了啊 真是的 不好意思 没关系 走 宋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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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走 你叫谁啊 我不认识你 我认识你 你就是宋云 可是我不认识你啊 你别拦着我做生意 干什么呀你 走开 你结婚了 我什么时候结婚了 没结婚哪来的孩子 我哪来的孩子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你这人真奇怪 别拦着我 让我帮你好不好 我不用你帮 我自己一个人过得好着呢 你一个人 你男人呢 我男人 跟你没关系 这孩子多大了 多大了 两岁 两岁 我们上次见面的时候 十三年前 这是我的女儿 你逼碰我的孩子 告诉我 你干什么呀 告诉我 这是不是我的女儿 她跟你没关系 她是谁的孩子 我脱了 她到底是谁的孩子 她跟你没关系 怎么了 她是谁啊 你真是的 干吗离一个 臭卖茶的女人啊 什么叫臭卖茶 你能不能有点礼貌 那我没礼貌 她是你什么人啊 你帮她说话 喂 你谁啊 你怎么认识我们家舒寒呢 对不起 我不认识你们家舒寒 你们两个人呢 挡在我摊子前面 叫我怎么做生意啊 是你们走开 素云 素云 你走开 不许走 你不说清楚不许走 你到底是谁啊 你想知道我是谁是吗 那我告诉你 我就是她娘说的 山洞里的吴大仙 知道了吗 素云对不起我娘说什么了 这一事我什么都不知道 舒寒 你过来 舒寒你给我说清楚 怎么了 你怎么回事啊 怎么回事啊 这是谁啊 这是她的山洞里跟你过离异 对就是她 你 苏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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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是敢去找她 我自负 苏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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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求求你看门好不好 苏云 你走吧 苏云 我不是故意不辞而别的 我不是有意的 你知道我当时生病了 家里的人来找我 他们硬把我拖走 后来我又到山东里几次 我没有看到你 于是我画了你的像 写下了我的名字 还留下了地址 我希望你能来找我 但是我等了好久你都没有来 你刚才说我娘 你去我家找过我 那是因为我昏了头 我昏了头才会去你们家找你 你们家 根本就不是我这种人能进去的地方 苏云 你真的来找过我 这件事我不知道 家里人没有告诉过我 苏云 你受苦了 你应该相信 但是我们两个现在又遇到了 我们两个把话说清楚好不好 求求你 求求你开门 苏云 你开开门好不好 苏云 你说吧 有什么话你说 有什么话你说 来 她是我的孩子 我确定她是我的孩子 你错了 她不是你的孩子 她是我的孩子 你放心 我不会用孩子伴住你的 也请你放心 我们两个人过得挺好的 根本不用你来可怜我了 祖云你怎么会这么想 我的孩子 我这个做爸爸的 怎么能让你们母女俩 漂流在外呢 我要负起责任来 我要娶你 你要娶我 你负责任 你不是都要娶别的女人了吗 我不喜欢她 那是家里逼我的 祖云 我喜欢的人是你 爱的人是你 要娶的人也是你 何况现在我们俩有了孩子 嫁给我吧 你说的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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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也不要离开我 我们再也不要分开 我们再也不要分开 我等了你 我等了你好久好久 我 我亏欠任人给她 我一定加倍补偿给你们 对 未经认为自己的 无论 一不再也不要 她害怕 她会免得 她的 我听她的 你们俩呢 西方严慕 我和她相亲 而且她还把那女人的孩子抱在手里 跟自己的孩子一样 婷婷婷 你说什么 那个女人是有孩子的 嗯 哎呦 珊珊 你看看 想想我们家舒涵 怎么会看上一个生过孩子的卖茶女人呢 您是没看到当时的情况 舒涵完全就不理我 莫非 送你果真爱的孩子生下来的 娘 啊 舒涵 哎 娘 我给你见个人 尽量吧 来 娘 苏云 夫人 这是苏云的孩子 这是我娘 这是我大嫂 大嫂 嗯 娘 先别叫我 唐舒涵 你这个混蛋 你 你太欺负人了 你这 你把这个女人 还有这个聂忠带过来羞辱我 我女儿不是聂忠 怎么说话呢 她就是聂忠 舒涵 把她赶走 办不到 好 她不走 她不走 我走 哎 你们她的太欺负人了 你 珊珊 哎 舒涵 赶紧把珊珊追回来呀 不去 我还要跟她说清楚 去啊 等着我啊 说吧 你处心积虑地生了这个孩子 三年了 你想讹我们什么 我 我 我 没想讹什么呀 没想讹什么 我真没想讹什么 今天 我不是在街上碰了舒涵了 今天还从来没有见过她爸爸呢 所以舒涵就说 把我们带回来 跟您见个面 谁要听你这样鬼话连篇的编故事 说吧 你到底想要什么好处 我真没想要什么好处 婷婷还从来没见过您呢 婷婷 你不是跟妈妈说 一直想见奶奶吗 嗯 这就是奶奶 来 叫奶奶 奶奶 你说 要和我姐出婚约 对不起 请你谅解 我爱她们巫女 我们结束吧 结束 你说得容易 现在所有人都知道我们要结婚了 你跟我说结束 你想知我们许家于何地啊 就人生了我的孩子 舒涵 舒涵 舒涵这样吧 我们给她钱 反正像那种乡下女人 只要靠钱就可以打发了 我知道你只是一时糊涂 我今天就跟妈妈说 明天就结婚 好吗 我喜欢她 忘了我了 你那么优秀 长得又漂亮又能干 你完全可以找一个 比我更好的男人 老舒涵 你好绝情 我恨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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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吧 这个孩子 你到底是跟谁生的 别随便赖我们舒涵 我们舒涵单纯 才容易被你蒙骗 这孩子要 要不是舒涵的 他能是谁的 那得问你自己了 我 这么不要脸的女人 纯秀 赶她走 走吧 娘 要不 等舒涵回来再说吧 闭嘴 这里没有您说话的份 胳膊肘往外拐是吧 纯秀 是 把这两母女给我撵出去 往后再不许 踏进我们堂府一步 要不先走吧 不用你 我自己有脚 可以自己走 你要是不想认为我们 也不用发那么大的脾气嘛 天天 天天 天天走 等等 不许走 娘 我已经跟山师说好了 唐婿两家 立即解除婚约 我要娶苏云 你说什么 娘 我说我要娶苏云 你反了你 你好大的胆子 敢自毁婚约 你有没有把娘放在眼里啊 你要娶她 休想 娘 娘 娘夫人 你娘 不喜欢我 祝云 娘固执得很 你先回弄那儿去 嗯 给我些时间 让我好好说服她 再把你和婷婷接回来好吗 就是这样 听你们这么一说呀 真没想到 哎 这有钱人家的公子 还挺多情的嘛 那是 哎呀 可惜呀 可惜没让你遇着 是吧 别说出来呀 哎 苏云啊 我就是想问你啊 这唐淑涵 放着那个千金大小姐不要 她 嗯 怎么就看着你了呢 啊 她看着你没脸啊 我也不知道 王八开绿豆 对上眼了 那王八对绿豆 那你们俩 谁是王八 谁是绿豆啊 你说话呢 哎 话说回来 这论世家呀 苏云哪 肯定比不过那个 徐家小姐 嗯 但是 比干活 比力气 比生孩子 那可比徐家小姐 强百倍呢 对不对 太对了 哈哈哈哈 还有啊 那个唐家大媳妇 听说到现在 都还没下蛋呢 这唐家 多了我们苏云 这好媳妇 淑涵她娘 已经生格当奶奶了 多好的一件事啊 哈哈 对啊 哈哈 哈哈哈哈 不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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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肯定不是我 肯定不是我 老公 老公 你何妨敌花屁 不要到天津来啊 哎呀 臭大臭 你臭我来 哎 哎 夫人好 大少奶奶好 哎呀 徐夫人 今天是什么风 把你吹到我们老堂家来了 我还正跟静怡商量着 说跟淑涵哪 要备份厚礼 请你们徐家赔罪呢 好了 这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 你还在这儿粉饰什么太平 这姗姗让淑涵啊 气成这个样子 还要我亲自登门 这就是你们唐家人 为人处事的规矩吗 哎呀 瞧你说到哪儿去了 这年轻人一时犯错 淑涵也是犯了个糊涂 她现在知道错了 对不对啊静怡 是啊是啊 好了 你啊就别敷衍我了 我今天来就是要你一句话 这婚礼办还是不办呢 办 当然得办呢 还得马上办呢 淳秀 是 去吩咐厨房弄点好吃的点心 我要跟徐夫人喝着茶 吃着点心 聊聊二少爷的婚事 是 这就对了 来 喝茶喝茶 淑润 躲起来 张管家 把二少爷给关起来 少爷 娘你非要这么对我吗 你自己闯个祸 你自己不用去面对承担哪 我我是你娘 我治不了你 我还能当你娘吗 张管家 大家走 二少爷 对不起了 你自己爱着 不 你許要做到 你自己爱着 你不 不 你不 吗 我 你自己爱着 你老婆 你不 你自己爱着 你要白忠心 你不 你不 不 我 我 早 我 我 敬劳烦您亲自压阵 这可是要 折了我们家珊珊的福吧 徐董事长 瞧您说哪儿的话呀 您真是太客气了 我们两家交好 马上又要成亲家了 没那么多规矩 不用讲这些礼节 都一样 都一样啊 舒涵怎么没来啊 他有点着凉 不太舒服 徐董事 您不介意吧 不会 不会 都快趁我都半子了 我疼还来不及呢 这聘礼啊 我们就算收下了 您哪 就定日子吧 亲家母 好好好 那就 您看这个月十五怎么样 放我出去 干什么 老管着我 二少爷 您不能老这样不吃饭哪 我不吃 我娘呢 夫人上学校送聘礼去了 送聘礼 快快快 干什么 放我出去 放我出去 干什么 哎 杏仁茶 好喝的杏仁茶嘞 晚餐总益啊 很好喝啊 小心烫啊 好 谢谢啊 两个通关 你好了 真是厉害啊 没想到能把客人们吼得那么开心 也是啊 你说你这卖茶兼陪下 生意能不好 您要是来喝茶的 就请给钱 您要是不喝茶 那请您走路 是啊 这交互男人是吗 我在做生意 没空理你 给我来一碗 哎 好嘞好嘞 好 不要了 不要了 快 不要了 难怪我们家舒晗呢 被迷得晕晕乎乎的 没想到还挺体贴的嘛 那么会体贴男人 对 徐小姐 我这个人呢 没什么文化 也请你别太过分 哟 怎么着啦 你这坏意思是说 你想打我不差 你要是再把我的客气 当成福气 我就替你爹娘 教训教训你 你打呀 有本事你打呀那么张狂 不敢打了是吧 我料你也没这个狗胆 你说谁是狗 我就说你 还没下 小妹妹 我说你这个妈妈呀 出来买茶 招呼男人 还要陪笑 还带个小女孩出来呀 妹妹 你妈妈是不是天天被男人围着呀 哎 你说这声张主理的 你还记得她爹是谁吗 记得吗 我太重了你 你 你脏死了 你居然怎么那么恶心啊 脏死吧 你替你擦擦 你给你擦擦 你别碰我 走开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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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打人是吧 就是想打你 那你回去练练力气 好不好 生生吧 我告诉你 请你尊重你自己 你尊重别人 你谁要别 你敢教训我 什么东西 我跟你一样 爹娘所生顶天立地的人 懂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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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 好 每个人结婚就生孩子 健康 聂庄 你说谁是聂庄 我就说他是聂庄 对这女子俩 没什么时候 我 我 我 弄开我 你 你竟然有病啊 帮你还打我 你才有病呢 我跟你拼了 我 你居然敢打我 哎呀姑娘 你这样闹 成何体统 是啊姑娘 你闹够了 我告诉你 别以为有钱就了不起 别以为有钱就可以血口喷人 有钱了不起吗 你们说 对啊 对啊 我们说 老该走吧 走吧 老太 老北 你给我等着 来 走 好 我 能什么 都是那个卖茶的女人狗的ちょっと 太可恶了 爸 你快点帮我想想办法吗 我就是要嫁给舒涵 我就是要嫁给他 想想办法吗 珊珊哪 舒涵已经跟那个女人有孩子了 你怎么还这么追着她呀 她的心能放在你的身上吗 我不管不管 我不管她心放不放在我身上 反正 我就是不能输给那个卖茶的 爸 你帮我想想办法吗 好好好 行了行了行了 不行 竟敢欺负得我女儿偷上来 嗯 我不会让她好过度 靠座是不是 你不是说这信唐的要来接你吗 我看都好些天过去了 怎么连个人眼都不见呢 是啊是啊 溯云啊 会不会变卦呀 才不会呢 这个应该不会吧 再怎么说 溯云也给唐家生了个孙女啊 由不得她不认 喂 这里有个杨溯云住在这儿吗 我就是 你们谁啊 我就是你们谁啊 有事吗 给我砸 你们干什么啊你们 干什么啊 你们干什么啊 你们干什么啊 走开 走开 你们干什么啊这是 你们是谁啊你们 瞧这儿来砸东西 以为自己是流氓啊 你们怎么回事啊 梁紫人 你给我听着 你最好别再纠缠唐淑淑涵 唐淑涵就是做了鬼 也是我们家小姐的人 哎 今天只是个警告 以后你再敢纠缠唐淑涵 若我们家小姐不高兴 被砸的可不是这些谈谈灌灌 而是这些老老少少 听到了没有 爸 走 走 这帮小兔崽子 就只敢欺负我们这种人 呸 苏语 你没事吧 苏语啊 别怪我多嘴啊 他们说的那个小姐是谁啊 哎呀 拉嫂 不敢等比我 我不问 不问不问 不问 哎呀 夫人 就在这儿 就这儿啊 哎哟 这都是什么破地方 破地方呢 怎么有一股酸臭味 唐妇妇人 哎 这怎么走了一个又来一个 哇 你又是谁啊 你谁啊 哎 这是唐妇妇人 唐妇人 哦 那就是舒寒太娘了 嗯 有什么话 坐下说吧 来 什么也解锁 是吗 哎呀 干净的干净的 哎呀 我说你 就住在这种鬼地方啊 还跟这些粗人 乱七八糟的人在一起 谁粗人哪 哎 谁是乱七八糟的人哪 唐夫人 他们不是乱七八糟的人 他们是我的好邻居 这个是孙大嫂 嗯 这个是春花 我们一起住了好几年了 一点教养规矩都不懂 哎 谁没有教养啊 哎呀呀 凶的雷 别说了 哎 要不你们先进屋去坐一会儿 我跟他说两句话 如果他敢欺负你的话 只管这一声 我马上就出来了 哎 走了 唐夫人 不知道您到我们这儿来 有什么事 你还挺干脆 既然你这么痛快 我也不管玩莫奖 我希望你马上离开上海 我干吗离开上海啊 你爱你的女儿吗 当然爱 那你肯定希望给她最好的 对吧 哎 您真是说笑了 这全天下 哪个父母不是这么想的呀 说得好 所以 徐珊珊 就是我能给书涵最好的媳妇 听明白了吗 不是 可是我跟书涵已经有孩子了呀 你别拿孩子跟我说什么 不吃这一套 而且你别逼我 说出更难听的话来 我告诉你 后天 就是书涵跟珊珊成亲的日子 你识相呢 就马上给我走 老高 这五百银元 够你们母女俩过上好几日了 希望你拿来这些钱 马上给我走 我们不能跌开 如果我不走 如果书涵为了你而违抗我这桩亲事 你听着 他就等着给我办后事 唐夫人 唐夫人你在要挟我 行 我走了 我离开上海 但是我想告诉你 不是因为你的要挟 是因为我不想让淑寒那么为难 至于你的钱 我用不着 要是没什么事的话 你请回来 听听 他挺有气节的 没关系 你只要给我记住 你最好走得越冤的 不要再让淑寒看到你了 等一下啊 七婶 巧妮 快走快走 是夙云哪 好久不见了 就是啊好久不见了 鼎鼎鼎快 叫七奶奶 七奶奶 是婷婷啊 你就婷婷啊 瞧瞧阿姨 你好 长这么大了 真漂亮 这孩子真乖 宋云啊 你来找我干吗 是有点事 七婶 我能不能求你件事 说吧 啥事 我想 再回田里干活 回田里干活 嗯 我听说你是没嫁人 就有了她 你也知道了 真是好事不出了 坏事传千里了 哎呀 素云 我可不是笑话你了 我是替你着急 你总是要嫁人的吧 但孩子太难了 七婶你真逗 我嫁人干吗呀 我已经有她了呀 你干吗还嫁人呢 哎呀 我这辈子啊 我最想呢 就是把婷婷 好好地拉扯长大 就今晚一族了 夫人 夫人早 不认得 meme 什么事th 婷婷 你躲起毁太胃了 臭婆娘 你给我听着 如果你今天 不给我乖乖地 去迎娶珊珊 把这婚给我结了 我就关你在这屋子里 一辈子 你别指望能娶杨苏云 你跟我拗 对谁都没好处 好 我听你 这就对了 这才是娘的乖儿子嘛 刘妈 听见了吗 赶紧让二少爷换衣服 几时都快过了 是 舒涵 听娘的话 舒涵 恭喜你啊 我问你 我让你打听事情怎么样了 我去过了 那个院子的人都说呀 那姑娘已经走了 我还特意求他们 让我进屋去看看 确实没有这姑娘的东西了 我不信 我不信她会搬家 来 帮我换衣服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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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新郎坡怎么是唐淑涵呢 这人就是北郎 这家里也真不乖 之前回娘们才凡准备 今天儿子就结婚营取 走啊走啊 我有什么好看 走啦 妈 嗯 你说 这淑涵怎么还不来啊 哎呀别急 这里及时不就剩一个时辰了吗 来了来了来了 哦 来了 快来了 哎呀这暴起的说呀 新郎官已经到了南京路了 哦 南京路了 哎 快抱点上 好好好 来 哎呀 停 停下来停下来 停下来 停下来 新郎官 怎么了 我急着上茅厕 你们等我一会儿 这 这怎么行啊 这不行 新郎官 哎呀 哎呀这什么时候了呢 哎哎哎 新郎官 哎呀 哎呀 舒寒怎么还不来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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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舒寒了吗 你说 到底怎么回事 你迎新的队伍 走到半路上 说 新郎官要去那集 哎 这一去 一去就没回来了 哎 哎 珊珊 珊珊 别走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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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淑涵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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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喜欢我 我没人活我呀 你不好好孩子别哭 我没人活了 我没人活了 你上师来 不许哭 你们徐家受欺负 哭的不是我们 我要让他们唐家全家哭 唐夫人 这二少爷 在娶亲的半道 说是去劫手 就再也没回来了 你说什么 啊 这小子 就这样逃跑了 站住 围起来 是谁啊 是谁啊 给我打 你们干什么呢 让开 郭天花你瞎打人呢 好 今天算你走狱 有人护着你 走 兄弟 你没事吧 得忍着点 一会儿就好了 再忍一会儿 刚才你不是当新郎官 拽了吧唧的娶新娘吗 怎么被打成这样了吗 你看人家已经半条命都快没了 你就别再说了 我说什么了 我说什么了 别说了 你们谁能告诉我 苏芸到哪儿去了 苏芸 出了城门 往南没多远 有一大片造田 苏芸就在那儿干活 你们的女儿婷婷 也是在那块地里出生的 苏芸 我们的女儿 那边是你 没有发现吗 没有发现吗 你怎么在这里 我现在已经会了 她的女儿 但也没有发现 我现在已经不需要 孙玉 我终于找到了 你是 从那个取亲的地方 逃出来的 那你赶紧回去啊 我这才刚找到你 你就捏我走啊 我不是捏你走 你 你娘可能出事了 可能现在 她已经死了呢 可能是抹脖子 上吊 可能是吃老鼠药 你瞎说什么呢 我没瞎说 是你娘亲口跟我说的 要是 要是你不娶那个 徐家大小姐 她就死给你看 我娘是这么跟你说的 你就是太善良了 我娘她随口说说 你也信 她不是随口说 她是很认真的说的 我自己的娘我还不了解吗 放心吧 没事 可是 她真的是很认真的说的啊 今天我来找你 就是想把你带回去 从此以后 我们一起过日子 舒翰 我觉得 老实说我真的配不上你 你还真乖 拜拜 宿云 宿云 在爱情当中 没有配得上和配不上 只有爱也不爱 说真的我是爱你的 你爱爱我 对吗 Ever 来吧 跟我走吧 去哪儿啊 回唐家 回唐家 我要跟我娘说我会娶你 再说了 我不信我娘会舍得 婷婷从小就没有父亲 在泥巴地里长大 苏芸 跟我走吧 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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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信吧 娘现在在启头上 肯定不会见你她 有可能 你改天子过来 我不信娘那么铁石心肠 书涵呢 你们不会自己考虑考虑 也得为孩子考虑考虑 他现在常规不起 怎么能受得了呢 人娘 站起来 孩子站着 我带他继续等 直到娘出来 你说你们 娘 书涵他们 在外面跪了那么久了 要不然让他们进屋来吧 娘 你看老这么跪着 也不是个事了 那是他自找的 他一个人得罪了徐家 却让我们全家人一起受罪 明天等着我们的 会是什么样的命运 你们俩知道吗 我要警告你们俩 要是谁再敢替他求情说话 甚至让他进屋 我一并赶出去 听见没有 好 爬上 二少爷 您喝点热汤吧 这是我亲手做的 您喝点吧 二少爷 您这又是何苦呢 您喝点吧 就算我求您了 刘妈 在这儿干什么 谁让你这么做的 下去 娘 您听我说 我不要听 你无非是想跟我说 你要娶这个女人 对不对 可以啊 除非等我死了 你还要做唐家的子孙吗 你还要回唐府来呀 就马上跟这个女人 一刀两断 否则 我就当作没有你这个儿子 娘 您看 您看看 您看看婷婷 她是我的骨肉 是我们唐家的骨肉 您不能这么强行的 把我们家三口拆散啊 娘 这件事情 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有他们就没我 自己好好想想 我 没事吧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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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涵 你先回去吧 真的 我和婷婷没事的 你娘咬了你这么长时间 你得听她的话 别让她难过啊 为什么要听她的 她一时半会儿 接受不了我 我明白 真的 我没事 我真没事 回去吧 你要是现在跟我走 一会儿 可能永远都回不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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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朱涵哪 看把你俊的 新郎瓜收拾得怎么样啊 快了快了 看我们这一表人才 对对对 一表人才长得真俊哪 谢谢各位了 快点收拾啊 赶紧去迎娶 我去看你新娘子准备得怎么样了 快点啊 快去快去 娘 好了 没事 没事 我来 云儿 来 把这饺子就当作圆宝 多吃一点 明天好到上海去 您吃吧 来 云儿 来 这是干什么呀 您不是说这金竹子 在等我出嫁的时候才给我的吗 云儿 你这一走啊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呢 如果这半路上碰到一个核心呢 忙忙活活地把自己给嫁了 到时候你到哪儿 找娘来要镯子 来来来 娘给你戴上 戴上 这这这这 娘 那这我就更不能要了 您看您哭什么呀 真是的 我呀 要是您不在身边 我跟谁成亲去啊 您真把我当野丫头了不成 也不知道哪一个野小子 能看上你这个野丫头 哎 娘就错了 那看上我的 我还不一定看上她呢 但是我要看上你 嗨 嗖 嗖 嗖 一套缰绳 看她我哪里跑 哈哈哈哈 娘 我怎么算套了一个好女婿 吓死我了 好女婿 也替我哭嗖一个呗 你男人不在长春吗 一无事夫 哎呀 我说活寡都那么多年了 也不容易了 你看 今天你成婚 我也跟着臭美了一把 嘿 你那花花肠子 小荡荡 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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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荡荡 你拉过来 请请啦 来了 新娘子 准备好了没啊 好了好了 我看看 是吗 现在 哎 当然现在了 来来来来 给我看一下 哦 盖上红布图 哎呦 哎呦 新娘子啦 哎呦 哎呦 哈哈哈哈哈哈 stepping 好 gaan 哈哈hum 哈哈哈哈ername 君 今眼泣天地 啊 好 二麦高堂 麦什么高堂啊 他你们都不答应 哪来的高堂 不行 就算淑涵的娘不同意我们成亲 该行的礼 你们还是要行的 淑涵 不如我们就 冲你们家拜三拜吧 听你的 对对对 行礼如仪 素费说的对嘛 来 那边 来来来来来来 淑涵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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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宋 洞房 哎呀 送什么洞房呀这是 哎 人家都是老夫老妻了 你看他天天都两岁了 还送入洞房呢 赶紧接盖头接盖头啊 就在这接吧 舒涵 接盖头接盖头 快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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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接吧 他的心灵 好 尽力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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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酒了 喝酒了 早上 好 经过来 来 来 谢谢各位了 百年好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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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你觉得 我 我是说 你觉得街坊邻居 帮我们布置的洞房 行不行啊 要不 你先睡 你先睡 你先吧 你先吧 你 你先 我帮你铺床啊 一起睡 你也行 怎么了 没事 我 我脚抽筋了 没事吧 没事 我睡了 嗯 你睡觉 不脱衣服啊 好 好了 你 不好意思啊 没事 你不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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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脱衣服啊 脱啊 你不把头 转过去看着我怎么脱啊 好好好 对对 别看啊 别看啊 不看 别看 别看 不看 嗯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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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年 她从来没有离开过我的身边 不管多穷多累 我都从来没有想过要把她卖掉 这些年苦了你了 冲净往后我们共同患难 永远不分开 我不苦 有你在我身边 我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何况 我们现在还有婷婷呢 对了 婷婷呢 婷婷 婷婷 被春花带到她的房间 睡觉去了 哦 那就好 有事我真的不知道 就跟做梦似的 我都怀疑这一切不是真的 我都怀疑这一切不是真的 我什么都听不见 你们继续休息啊 我这口真的很疼 什么意思 怎么回事 是真的 不是做梦 真 真的 买风筝嘞 买风筝嘞 买风筝 好了 我们在这儿买吧 妈妈 那只大鸟真好看 我要大鸟 婷婷啊 那个呢 不叫大鸟 小风筝 你是不是想要啊 妈妈给你去买啊 但你要在这儿帮妈妈看着摊子 买风筝了 买风筝 买风筝 哎姑娘你买风筝啊 哎 这多少钱 这个蝴蝶啊十五个铜板 十五个 啊对啊 十五个可以买二十个鸡蛋了 这么贵啊 那你买小的五个铜板 这个啊 啊 两根罐一张纸 你买五个铜板 那抢人不要棒子的 你便宜点吧多少钱啊 还不能便宜 就五个铜板一个 三个 五个 三个 起码五个 哎算了你买不起 走吧 其他地方去看看啊 好 来卖风筝了 漂亮的风筝 卖风筝了 博人还能被尿憋死吗 我不信没有办法 这位 高先生 啊 卢叔 哈哈哈哈 我们家小姐不在 不过她说了 她十二万分感谢高先生啊 对小店呢所做的宣传 哈哈哈哈 哎 这是一点小意思 不成敬 卢掌柜客气 但是我高某来 不是为了这个 哈哈 当然不是 当然不是啊 高先生在新闻界 那是鼎鼎有名啊 等下次有时间 卢某一定请高先生 好好的喝两杯 哈哈哈哈 那高某先谢过卢掌柜了 但是下次希望 谢小姐能来 告辞 好好的我错了 嗯 嗯 嗯 真好看这颜色 没事 婷婷 看 好看吗 好看 妈妈告诉你啊 这是爸爸亲手画的 真的喜欢 喜欢 来 先别动了 我的新人茶 先别动 先别动 马上好了 糊了 我的新人茶 怎么了 你看看 还闻 你没闻见糊味重啊 这都坏了怎么办呀 我让你看这新人茶 你看哪儿去了 媳妇 你看 怎么样 看得真好 可是我今天生意怎么做呀 这心人茶都糊了 这都怨我 我刚才画得太投入了 就忘了你让我看灶上的东西了 不过这也是 咱们俩结婚以后 我什么事情都不会干 帮不了你 苦了你了 你怎么又说这种话呢 还分你的我的 我再去煮一锅 不如我去帮你吧 不用 上茶 唐太太 西克西克呀 西董事长 好久不见了 请坐请坐 唐夫人在这儿等了很久了 唐夫人今天来 有什么事吧 老爷 唐夫人是来兑款的 兑多少 他要兑全部 全部 掌柜的 我记得他们存的是定期 提前兑职 可是要赔偿损失的呀 老爷 按规矩是这样 那请问怎么个赔法呢 扣除七成本金 什么 扣除七成本金 徐董事长 您这不会是 拿我们唐家 来寻开心吧 听唐夫人的意思是 只许唐家寻我们 徐家的开心 徐董事长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知道你们对回婚 也是一直都干过怀 可是我们也是 好了不用说了 白纸黑字的合同 都写在这儿 对于不对 都在这里 我有时出去一次 十倍 这个 这个菜怎么是这么摘的呀 那应该怎么摘 我这 我是你这个脑子里面 是什么东西啊 哎 哎 啊 我的空心菜 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啊 你问他 我看你辛苦所以我就帮你摘菜 哎 没事没事没事 我觉得这个干活是女人的事儿 你呢画好你的画就可以了 哎 这少爷沦落到我们贫民窟 真是造孽呀 哦 哈哈哈哈 不过也没关系 这个菜吧 这么摘也能炒的呀 对吧宋爷爷 那当然啦 我说巧的呢 是把剩下的钱周转出来 想办法保持生殖才好 嗯 知道了知道了 是啊 娘 这次这个亏咱们吃大了 那可不 做清姐不成 做成仇家了 哎 我们那些钱 现在不取出来的话 到时候肯定一分都不剩 是啊 哎 书尾今天怎么这么早下班呢 哎 怎么了 啊 医院把我辞了 啊 辞了 为什么 御家之罪何患不死啊 哼 这还用说吗 八成又是徐家在搞鬼 徐家不是你们医院的大股东吗 看来 他非要把我们逼得走投无路不可 好 亭亭啊 多吃点啊 来 等一下等一下 等一下 好 哎 你买的 没有春花给的 快吃 快吃啊 来 亭亭一块 苏云 爸爸一块 哎 我不要我不要 我不爱吃咸蛋 不行 吃点咸蛋才有体力啊 哎 好不容易人家能给我们一个 快吃 一点蛋黄 香不香啊 好不好吃啊 你也多吃一点 空心菜刚才自己摘的 很有成就感吧 我没你 舒晗能住这种地方吗 刘妈来过都跟我说了 应该是这儿没错 大哥 大嫂 你们怎么来了 我们来看看你 好久不见了 你看 照你这么说 薛家吞了我们这么多钱 是的 你也没工作了 和强盗有什么区别 都是我不好 我热了风 害了你了 这事怎么能怪你呢 我只担心 娘这一病 怕是难好 舒晗 娘的心病 还得你这心药 才能能好玩 娘 有人来看你了 我都病成这个样子 谁都不想见 不见不见 见到这个人呢 您的病就能好一半 进来吧 娘 舒晗 我回来了 真的是舒晗呢 真的是舒晗 是我 舒晗 你回来就好了 回来就好了 娘 娘 娘可想你了 你回来救我 娘 舒晗 舒晗 也回来了 娘 这个女人来干什么 这个女人是来干什么的 娘 我 娘 舒晗想来伺候此的人 知道您病了 我不需要 我不要见到她 这个草花心 刚才出去 静怡 给我拧她走 娘 天气也没有 娘 您生着病动气 对身体不好的 我是个粗人 我知道 但是 我能干好多事呢 是啊 我可以给您擦擦身子啊 端屎端尿什么的 我都能做 是啊 你们听见没有 狗嘴里碰不出象牙 你是想让我一口气上不来 气死我是不是 这样你就安心了 你就开心了是不是 没有啊 你们听见我说话了 赶她走 娘您别激动我 赶她出去 别动气 这样吧 我们出去 我们先出去 你别激动 快躺下 娘 你别生气 你气死我 别生气 原来是这样啊 徐家怎么会这么对待我们 这也太过分了吧 我们先不认 人家才不义呢 我们有什么资格怪别人哪 你一个人冲动 我们全家人跟着你受罪 好 舒汗 你于心何日 你心安吗 我明白 所以我愿意回来 帮着大哥大嫂 渡过难关 你愿意回来 嗯 你愿意回头 我终于办到这一天了 太好了 是我的静怡 你们听见没有 我们赶紧准备 承笑 给我换衣服 我们赶紧去徐家 赔礼道歉 娘 您都变成这样了 您怎么去啊 哎呀 不能去也得去 我听说了 珊珊每天哪 都以泪洗面 她心里还有你 她还是想着你的 我们还有机会 还有机会 来不及了 娘 娘 我和苏云已经败过天地了 成夫妻了 琴 舒汗 你真心 你真心 静怡 去把你的内容 不要叫进来 娘 你叫我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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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个玩鹰的 却让鹰给灼了眼 栽在你这个乡下女人的手上 你别再给我装了 你好阴狠哪 我给你钱你不要 不肯离开淑寒 原来是想蛊惑淑寒 许你为妻 名正言顺地分我们唐家的财产 是不是 娘 苏云怎么可能这么想呢 她绝对不会有这种想法 我没问你 你给我闭嘴 杨素云 我跟你说 想进我们唐家的门可以 除非你答应我一个条件 马上给我写字句 说从今以后 我杨素云放弃唐家一分一毫的财产 春兄 拿纸笔给她 是 快 快点 快点 那 娘 不需要吧 签哪 怎么不敢签了 你们看看 她不敢写吗 她狐狸的尾巴露出来了 娘 我不识字 我不会写 什么 原来 原来一个目不识钉的女人 都可以混进我们唐家当媳妇 娘 你也太侮辱人了吧 那是你自找的 那是你自找的 好 好 我写 舒凯 舒凯 你也不可 我写完 写完了 写完了 咱们走 走 松口 娘 娘 娘 看见了 看见这个舞女子 她怎么舞女我吗 芜伟 芜伟 你看见你弟弟了吗 我白疼他 白养他这么多年 你一定要争气啊 不然我怎么办 你还 千万别动气 身子要紧 兄弟 我不能指望他了 现在只有你 放心吧 我只能指望你了 你还会好起来 放心吧 本人唐淑涵与妻子杨素云 自动放弃唐家财产继承权 特此立举为平 好啊 淑涵 你居然为了一个 吐了巴基的女人 一个不识字的女人 就这样切断 我们二十年的母子情 你好狠心啊 陈满清啊 陈满清 你这辈子 为了这个唐家 委屈求全 结果 到最后